一通 陈宝慧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神出鬼没 我看你说的就是你自己吧 还是老样子 说话阴阳怪气的 我可没那个时间去做阅读理解 你看看你这身过气的礼服 还有这项链 租的吧 不过也是挺配你的 跟你一样小架子气 对了 两年前你还是个跑龙套的吧 虽然现在有点灵气了 但这骨子里啊 果然还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 是啊 我这个烂泥凭借自己 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就跟您这位公司花大价钱 力捧的小花平起平坐了 你说谁更烂 你 说得好听 你以为你是出于你而不然的 小白莲吗 还不是靠楚颜 如果不是她 你能有今天的名气吗 刚刚 还让她给你介绍人脉资源的吧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我这么个小角色 怎么能让真大小姐气急败坏呢 原来是因为楚颜啊 不过你放心 我和楚师兄呢 只不过是一部戏的银幕CP而已 不会影响你们的星座的 还是说你的楚颜 有别的意思 嗯 你好 请问刚刚两位谁要的苏打水 either 还把泥棒的水 要 made of air 还是要画我的 你不会 degli dry 建 Behind the following 男人 我还是故意的 林总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刚刚手没拿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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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刚才说我反应太快了 所以误伤了你 不好意思 来 人呢 先生 不好意思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刚才的事我也有错 你的衣服都湿了 要不 不用了 别呀 这样的话我会过意不去的 虽然说不是我先动的手 但是我也有责任 衣服什么牌子我赔给你 我说了不用了 谢谢 先生 你有没有觉得 我有点面熟 老套 你戴上的方式真的很老套 小姐 不是 这样 有没有印象 你希望我记起来什么 小姐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小姐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不好意思 那个先生 你这么觉得我点面熟吗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还有 小姐你确定 亲 亲亲亲 你看第三条 这什么情况 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人眼熟想过去问问他 怎么就被拍成这样了 你不认识林一周 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在厕所前缠绵 我们没有缠绵 我们也没有亲热 你该不会 连林一周是谁都不知道吧 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吗 林一周 她可是林一世集团董事长 港东首富 她一跺脚 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的 而且她还是全港东女人最想嫁的公民老公 有那么夸张吗 还一跺脚 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个两百公斤的胖子 孤了刮文 这个可不是我乱说 你看 林一周 二十九岁 港东精英 林氏集团董事长 喂 姜姐 我的大小姐 你可算接电话了 姜姐 我跟林一周真的没什么 那个照片就是角度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先别着急啊 公司呢已经开始写澄清声明了 你这段时间先别上网 网上的留言你也别在意 我先忙了啊 你自己注意点啊 好 姜姐 我知道了 那辛苦你了 刚刚商务那边说 广告上要换人 说你现在的形象 不符合他们的清纯定位 商务还在交涉 就是我们昨天 刚签的饮料代言 就是那个 那个代言不就是 柠檬汽水吗 这都有影响啊 广告上更在乎的是 代言人的形象 又一个 不行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现在这些媒体 真是太过分 怎么了 怎么办 嗯 他们有没有搞错 林立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冷静 夏琳 你忘记你是谁了吗 你可是演员夏琳 未来要成为影后的人啊 你要用你的演技去感动他呀 我看你 怎么有点眼熟啊 你是哪家报社的 请你出示一下证件 嗯 小鹅我是吧 喂 站住 站住啊 喂 喂 喂 你别跑 喂 喂 喂 别跑 喂 喂 你别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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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夏威姐 你输了 林语昌 你明明知道是我 你为什么不说 感觉你对我有很多怨气 让你发泄一下不好梦 你明明知道我在公司等了你一天 你为什么避而不见 夏小姐你这好像不是求人的姿态吧 你忘记你是谁 你可是演员夏琳 未来要成为影后的人 你要用你的演技去感动她呀 林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唐突过来找您 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前几天的新闻 不知道您看到没有 什么新闻 你是说洗手间 热搜不是我买的 照片也不是我拍的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没有误会就好 事实上这件事情对我的负面影响很大 我知道林先生 你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这么一点小小的绯闻 可能对您来说或许不算什么 可对于我而言却是致命的打击 不仅在生活上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很多工作也被取消了 以后也要顶着不时的骂名 度过一生 而且以我现在的形象 来澄清这件事情 一定没有人会相信的 所以我才过来找您 林先生 求求您帮帮我 好不好 好啊 真的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那我们聊聊 接下来该怎么做吧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临时有一流的公关团队 他们会给出最正确的答案 你要做的就是准备好 参加新闻发布会 好的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你说 看到这个口袋了吗 好 里面有个东西 帮我掏出来 好了 戴上 就这样吧 你是真的打电话 还是在耍我呢 今晚七点 新闻发布会 今晚 这么快 快点不好吗 不是 我是说 是不是太仓促了点 最起码 让我换身衣服呀 你的造型问题 我来帮你解决 我会帮你找 最好的造型团队 谢谢你了 林先生 这也是 是基建的 礼节之一 礼节之一 我开玩笑的 不过 你的天真取悦到我了 近日来 有某些爆料说 我跟夏琳正在交往 但我想说的是 这些爆料都有偏差 因为我跟夏琳 已经订婚了 订婚 这是真的 对呀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啊 对呀 对呀 一种消息都没有啊 要不是因为这次 还报不出来呢 对呀 我们那个先 这听听他那种多话啊 听听他讲的 真的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 所以他不能一直 将订婚戒指 佩戴在手上 嬷嬷 嬷嬷 戒指呢 戒指 这什么意思啊 真的 你还在什么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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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这个情况 你还在什么时候啊 你还在什么时候 这什么时候啊 你什么时候 我对没什么时候 你去吧 你这种情况 对呀 还在什么时候 我这个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